今天是小班教训啊,只有40个人 然后 床也热了,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 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Siri与EP的一个交互 刚刚在开始前 我先给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流程就是一个自我介绍以及 想法一个来源以及实现过程 包括运行测试还有未来的一个计划 这是,今天我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柴国同,是成都Panelab的 然后曾经参与了这个AICUT的一个开发 包括这个黑空无人者一个开发 当时是,成都的方向当时就是为了是一个单位式程序员 就是开发了这个非空的外界电路 包括它的一个检测发动机的温度 包括警察动的一些项目 然后这个AICUT是作为世界机型大会上的一个赛项 然后也做了当时的一个 讲课老师 然后这个AICUT当时是作为这个 WRC的一个想用机器人在世界机型大会上进行一个追逐 现在目前是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技术分享 包括就是机型的功能实现和技术验证 这么一个活吧 然后 好了,现在应该是四人 那我们就大概聊一下我们的一个 这个思路的一个想法来源 为什么我想出了一套 就是随着这个智能家居的个普及 然后手机会赋予了很多的能力 然后我们再会 好像有一些 好像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虚拟的按键 或者通过一个这个语言指令便能控制 我们的某一件 家居用品 然后这个其实 目前来说确实有很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我前几天 前几天我们家装空调 然后装了一个美地的 然后在这个美地 它有一个美地 稍等 有一个 美地美加 稍等 大家能看到 在这个里面 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我们家空调就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 我说 通过这个逊的按钮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手机 跟机器 或者家居的一个交互 想法其实来源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虚拟的按键 或者就是一个 语言指令去控制一个 这种家居 然后这是一个很很酷炫的一个技能 然后这个东西是通过什么样的 技术来实现呢 然后我们今天就拿到了这个 EP 通过EP去实现一个类似于 智能家居一个功能 想法来源其实就包括我们的这个 智能音箱 就是包括小小同学 包括这个 天猫精灵 还有小杜小杜这样的 音响 还有智能机器 以及科网片里面 这样的情景 其实在 科网片里面是比比皆是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 探索一下 这么一种 技术 它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的 实现过程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我们 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是我们的EP 我先给大家这个演示 就是说我们先把EP打开 我把EP打开之后 为了方便我还是把这个给大家放大 放大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把机器打开 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语音 当然树莓派 它这一套其实是基于树莓派的嘛 而树莓派它开机是一个过程 我们可能得稍微等个 30秒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 默认是一个白灯的闪烁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蓝灯 是吧 Hey Siri 蓝灯 然后 然后 这是手机上 我是通过这个手机去做的 手机说搞定 这个 这个Siri是电脑里面的Siri 然后它搞定就变成一个蓝灯 就这么一种实验效果 然后这一套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的呢 就是说我通过一个Hey Siri 这么一个云指令 然后呢 再通过Siri里面调用了一个叫做捷径的一个APP 这个APP是 之后会给大家 一个介绍 然后通过 捷径里面的SSH 这么一种方式去调用我们Sumipi的 Sumipi上的一个Python程序 但这一套大家可能初始可能 我今天主要面向的是一些就是零基础的一些 我默认就是我们的老师是零基础的 就是他这个 通过Sumipi 可以去 写一些Python程序 部署在我的Sumipi上 然后我通过SSH 这种方式去 就相当于给Sumipi一个指令 然后Sumipi通过SDK去控制我们的机器人 就整个流程 就是这么一个图 对 第一步呢 我们通过一个Hey Siri 然后去唤醒了我们的语言助手 然后Siri调用了调用了一个捷径 然后在捷径里面运行我们的SSH脚本 这个脚本其实目前来说 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就是它可以去唤醒 或者去可以做一个远程交互的一个工具而已 然后 通过SSH呢 然后去 去就远程访问我们树莓派上的一个脚本 也就我们的我们的代码其实是放在树莓派里面的 最后一步就是Mepad的Python程序去调用我们的SDK 去实现进行一个运动 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方式 谁知道我们这个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70个人 我们就 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过程 当然刚才只是把整个流程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嘛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 详细的把这个步骤做一个 解析 当然如果说就是老师有任何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 我目前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Siri与EP的交互实现 就是我们今天的 重视的一个课程 然后今天是分为四个章节 其实主要是三个章节 最后一个是 如何让 iPhone与EP进行一个通信 然后是Siri的一个小秘密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捷径 然后树莓派下的Python编程 这里面会交代一些我们在 给树莓派写程序的一些小的技巧 以及实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以及为什么我们要 为什么这个项目中我会选用EP 就是今天的一个 课程的四个流程 然后我们第一步是说 如何通过一部iPhone与EP进行一个交互 这个内容就是说 讲解一下我们的一部手机 与EP的就是进行通信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在这个一开始 在一开始的这个里面 其实已经在这里面去 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逐步的一个分析 然后在这里其实我们主要给大家做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软软件的一个 连接和一个硬件的一个连接 首先我们刚才 已经知道 就是说 我们是通过这个树莓派 去控制我们的一个EP Siri在手机上开启捷径 执行Python程序 通过SDK控制EP 为什么还用知道树莓派 这个 这位老师讲的其实确实是对的 这位老师讲的确实是对的 我们插一句 就是说 稍等哈 在树莓派上 在树莓派上 它确实有这个执行Python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我们的iPhone手机里面 它确实有这个执行 添加程序脚本 它这里面确实是可以运行这个Python程序的 但这个是目前来说是收费的 然后我们就享用了树莓派 是在手机开启 捷径执行Python程序 了解啊 OK 因为这个我记得它应该是68块钱 然后我没有 对 然后 嗯 在这个 在这个树莓派 你机器的连接上 我们是通过窜口的一种连接方式 关于窜口的连接 其实 主要是一个 我们把这个图给我们放大看一下 主要的一个连接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给树莓派取电呢 然后我手头上有一块树莓派 树莓派怎么取电呢 我直接通过这个引脚进行个取电 就是因为树莓派上它有一个5V引脚和一个GND 然后在我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EP上的一个DN扩展板 DN扩展板它有一个是output5V4A的一个接口 然后是两个引脚 我把这两个引脚引出一个5V给树莓派供电 是这么一种方式 然后 在老师在进行这个连接前一定要确认 就说我们这个线 上面的 上面的是5V 然后下面的是GND GND在这里连接上 然后 随着我们的这个引脚 以及这个是1引脚2引脚3引脚4引脚 在这里8引脚里面有一个GNP 有一个TX 也就是我们的窜口的一个发射引脚 发射引脚 然后连接到我们的RX上 TX连接到RX RX连接到TX上 是这么一种方式 然后在这过程中 连接的方式当然有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什么Tile 不 通过我们这个 嘴瓢了 我们通过这个 杜邦线 杜邦线 直接连 但杜邦线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线 长短不一样 然后你的可能会比较 比较不太好看 然后我们就自己做了这么一根线 自己稍等 对 我们自己做了这么一根线 然后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一个5V的一个 5V的这个线 然后这个是我们窜口的线 窜口的线 这个是TX吗 接上我们中间是X 然后X接上TX 是这么一个接线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 就 这根线 做这么一根线的好处就是说 我 只是单纯的觉得好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就是 长短 根据 比如说你从这里连这里线是很短的一根线 你从这里连这里 相对比较长 就为了辩解做一根线 我们现在把这个连接上 当然树莓派的引脚我们一定要清楚 树莓派的引脚在这个 我们的观众一定是要看清楚树莓派的引脚的 这个 一引脚 一引脚其实在树莓派上 它是一个 言之正义 一引脚 它这个 在树莓派上 它其实 有一个常识 一个常识是什么 就是说 有一引脚 它这个引脚是方的 其实 大家应该看不太清 就是树莓派 就是我们的引脚不是这个小圆小圆的吗 但是树莓派上 它这个 第一个引脚是一个方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知道树莓派的一号引脚在哪呢 我们只要翻到背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引脚是方的一个接口 就是我们的一号引脚 然后把这个线接在我们的 这个 2468上 不好意思 我想问问可以用WIFM模组来实现吗 用 Jetson Jetson Nano 可以 可以 这个项目完全没必要说我们用到什么 你包括 包括这颗板子 这块叫做 BBBlue 然后还有 它的 其他版本是这个 BBblank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板子去做的 但这个板子它是用来 12伏取电的 然后 商量的也是可以取 但是我嫌麻烦 我就拿什么派子做 因为主要我们这个逻辑是用到这个 哦对 汉汉汉汉是方的主要的这个逻辑是用到SSH这个 电路嘛 所以说任何能运行Linux的板子都是可以实现的 你包括这个 WiFi模组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什么 做智能家具的那块小开发板 嗯 也是可以实现 但是它 我不清楚它能不能跑Linux 应该是不可以的 就底端上目前所有能跑Linux的板子都是可以实现这一套方式的 大家就是可以根据需求 就或者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实现 嗯 嗯我们从1号引脚接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进行一个取电 我从这里 我从这里插进来 对 随着 嗯 随着我插入电源 然后SWiFi开始供电 然后它就正常运行了 当然我在SWiFi 我目前下面这个已经装了一个SWiFi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然后另一个另一个引脚就是插在我们的这个 插在我们的底盘的这个窗口上 对插在我们的窗口上 可以的 对 还有什么疑问吗 OK 我们就目前把它拔掉 就是 我们的硬件只需要这么一根线 然后SWiFi 然后我们的EP 就 了解 连接是非常简单的 嗯 今天默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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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零基础的 因为我 最近和那个 天 哦可以可以 那个HES就是那个 HomoCity 那个 智能家居套件是吧 也是可以实现的 也是可以实现 但是它 实现方式 我记得它是有那个Java的接口 Person的接口 都是可以实现 只要理论上 本身这个HES.RO它就是一套这个 我就是零基础 对 哦 我们接着聊这个 HES.RO 这个本身它就是一套智能家居的解决方案 然后客源出来了嘛 然后我们直接搭在收入会上也是可以实现 当然包括灯啊 包括你的所有的这套家居 红外都是可以实现 好嘞 主要是讲这么明白是因为我在 目前在和 千里集团就他们的教育集团打交道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老师 对于我们的公开课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问题在于 他们大多数都是就是 也不是零基础都是 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所以我今天这个课是准备的是非常简单 就是特别简单 特别容易去理解的这么一节课 当然如果说有有 其他老师有就是 比较 更深一层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 交流 我们的这个硬件电路上连接就是这么简单 只需要四根线 就是两根是用来给说明快供电 两根是用来通信 当然一般来说这个 黑色的线是可以连接在我们串口的这个 这个地上的 但它其实是供地 所以说我为了方便就把它连接在这里 收入派的供电有好一种方式 收入派的供电一个是通过这个引脚 直接去 直接去供电 还有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USB供电 当然是返向供电 还有一个是在这里USB 就是MicroUSB里面 就官方里面是MicroUSB供电 这里面是最稳定的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个那个 就是有一个那叫保险 对保险 然后在在这里面 其实目前来说是没有的 如果你在这里面插一个大于5伏 或者假如说你插个8伏的话 它直接就直接就直接就烧了 对所以说 但目前来说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去连接它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说你去连接一个BUFF的电压 那可能这出用拍就倒霉了 对 然后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硬件连接 就非常简单 就是4根线 这是我们的一个连接的一个 当然也就是我目前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连接方式 就是拍了一个大致的图 然后我们从这里 二银角过来引出一个正极 连接到这 然后黑线GND连接到我们的这里 其实我们仔细看它里面 这里有标 一个5伏 一个GND 对 然后在这里 其实中间是我们的 TX TX在左边那个 右边这个 这是RX 然后中间是RX 接入我们的TX 就是这么一个 连接方式 其实就非常简单 然后软件 软 虽然长得 对 然后软件的思路就是我们就是通过Siri 去控制 去只是运行一个脚本 只有一个脚本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一个脚本 去和我们的Python进行一个交互 对 软件 接近 软件事物就是我通过H3 对用捷径 捷径 通过SSH 去 给 给生命派发一个消息 生命派执行脚本 就非常简单 然后就 整个流程 大家应该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怎么去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让进行这个运动 然后第二章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捷径是什么 当然其实说捷径目前的这些捷径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 奇异的 因为我发现他已经不叫捷径了 他现在叫这个 我们先接着看 就是本小杰主要是了解一下捷径是什么 以及 捷径能可以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用到捷径 以及捷径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入门 捷径是什么呢 就是 苹果在2018年6月份的这个WWDC 2018年 去2018年 捷径已经出来了 然后 带来了 带来一个捷径 然后也叫Shotcast 然后在 这项功能的亮点在于将苹果此前收购的 workflow workflow其实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作流 这个在Mac上也是有的 然后 直接才升为系统级 随着ROS12的正式正式版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套目前是只能在ROS12之后的系统上 才可以运行 如果你 如果你拿一个 比如说拿一个 iPhone4 你去跑 iPhone 和ROS9的系统 那可能就 搞不定这个 作为独立应用上 作为独立应用上架 App Store 让更多用户主要了解和接受 然后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啥 说这么多 主要的功能就是 让第三方 APP定义自己的自动化接口 其实本质上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捷径 我去调用我 调用我其他应用的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让它打开QQ 然后它自动化打开QQ 我让它打开某某某东西 它也可以打开 或者说我打开QQ后 我再打开QQ音乐 然后这也是一个流程 它可以通过 嘿 Siri你给我 就打开我某个指令 打开QQ 打开QQ音乐 就这么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然后 捷径可以做什么呢 当然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些图 就是一个是解压或者加速文件 就是我们比如说打包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捷径 就一键化的自动把一个文件进行打包 然后获取是获取歌词 这个就 呃 比较 就比较 呃 就是 就是我们去找一首歌 获取到的歌词 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 获取本地的一个空气质量 当然这一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捷径还能做什么 对吧 我们就是 就实观的一个了解一下 捷径现在在这个 嗯 13版本中 它已经叫做快捷指令 快捷指令在这里 快捷指令 对 我们现在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 它其实 哎 我这个手机屏幕有点小 稍等 哎 上 推出层 开一层 打开捷径之后 它是这么一个指令 比如说 比如说早上扫地铁 你可以打开支付宝 打开它 然后它就打开支付宝 当然我这里没有动 没有动作支付宝 就简单 比如说它还能干什么呢 查询我的航班 对 你当前的航班 当然目前没有 然后是 打开你的你的 通讯视频 对吧 我添加一下 添加 然后在这里添加到C里头 然后我就可以在我 在我这里面点这个 点一下 它自动打开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工具而已 当它里面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你说让它复杂 它其实可以很复杂 比如说光脚本 就有很多很多 很多东西供你去用 快捷方式 其实它不是快捷方式 它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在iPhone手机里面 或者iPad里面 去编成的一个 自动化工具 你就可以想象成 你的那个 以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 按键精灵 其实很类似于 按键精灵的这么一个工具 但是 按键精灵是一个第三方 第三方的一个软件 它相当于把按键精灵的那些功能 把它集成到了 就系统里面 就直接可以访问 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 方式去做的 对 类似于走起来都是P处理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大概了解了 就是 我现在拿一个这个 很小的一款机器 这是 iPhone SE 也特别小 手 手 点 点 点不到 很尴尬 OK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我们 我们的捷径可以做什么吗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做一个 捷径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做一个最简单一个脚本吧 也就说我们今天要用到一个脚本 就是 SX脚本 首先 打开我们的捷径 一个小加号 对吧 小加号 然后添加 操作 添加操作里面 有一个脚本 这么一个方式 当然如果想完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就脚本 然后我们往下滑 会有一个通过SSH运行脚本 对 然后添加完之后 就是会是这么一个界面 当然它有很多方式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 它是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它里面会有会用到 其实是四个参数 一个是用到我们的主机IP 主机IP就是我们服务器的IP地址 就是我们相对我们目前来说 就是树莓派的一个IP 然后包括用户与密码 用户和密码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是因为Linux操作系统 它都是多用户操作系统 当然Windows也是多用户操作系统 但是它跟常组上的这个 多用户还是有点区别的 就说我树莓派 我可以多个用户 比如说我一个叫派 我一个叫柴 一个叫国 都是可以去访问的 但是你每个 比如说我通过Pile去打开之后 我看到界面 其实和才打开界面 其实它是有权限的一个 比如说它里面的东西 我作为一个另一个用户 我可能是没办法去用它的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用户和密码 一个认证 当然默认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Pile去做一个交互的 没有做这种多用户 如果说那种研发公司 有很多就一个服务器 但是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用户 大家提供不一样的代码 就是这么一种方式 在用户里面密码 然后就是我们用到主要的一个数 然后第二个里面这个用户就是说 填写收入派东路用户 默认为派 然后是填写用户东路的密码 密码就是 密码根据你出没派本身的一个密码 是有有不一样的 然后一会给大家讲一下 收入派为什么 就我们的密码是什么 或者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可以给我们的 呃给我们这个脚本起个名字 对吧 比如说叫脚本 然后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实地的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呃打开这个 现在是快捷指定嘛 然后是打开它 然后我 添加操作 然后脚本 然后往下滑 它就在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然后 然后通过SRH运行脚本 对 点开 点开之后 我们点展开 展开的时候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先不知道我们的 我们目前不知道我们是我们拍的IP 假如说就这样 然后我们对 我们下一步 添加 比如说就叫脚本 完了之后 点完成 哦 已经有了 比如说 脚本2吧 对 我们脚本2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点一下它 然后它说 通过SRH运行脚本 但是其实已经 创建了一个脚本 就是说我们的参数 目前没有提供到 对不对 其实这是非常简 就目前来说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流程 就是说我们目前 有一些参数 没有拿到 呃 整个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捷径的一个入门 它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相当于在你手机里面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编程 也就是刚才 一位老师说的最早的DOS系统的批处理 就就是这样 呃 然后讲了这么多SRH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这个 专门为远程登录绘画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的安全性的协议 然后可以 可以有效的弥补网络中的漏洞 通过SRH可以把所有的数据的传输进行一个加密 也能防止DOS的一个欺骗或者IP欺骗 啊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传输的数据是经过压缩的 可以 呃 进行一个加快传输的一个速度 然后目前已经成为Linx形成的一个标准配置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 呃当然在Windows里面也是可以的啊 Windows也有这个SSH 就说 呃目前来说Linx 跑Linx系统的机器它们的情况下都是有这个SSH的 然后我们主要知道它就是 关于它为什么什么快加速啊 呃 关于几层东西我们今天就不往生的探究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主要就是一个 远程访问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一个安全性的协议 然后它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安全一个快速 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知道就是 它是专门用来提供远程绘画的这么一种连接的话 我们就得看清楚它怎么用 就对于我们来说目前就足够了 对 然后这个其实呃 树莓派 树莓派就怎么通过这个东西去用呢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我的电脑对吧 这是我我目前的电脑 啊稍等我重新打开一下 在这个里头 大家应该看不清吧 我把字体放大一点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怎么会用呢 我就是SSH 这是它的一个指令 这是它的呃 运用它一个指令 然后呃 一个是我的IP 不一个是我的用户名 用户名就是派尔 用户名叫派尔 然后是一个艾特 艾特后面就是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这个其实和呃 和Linux的用户名是一样的 包括看我电脑 我电脑一个是柴 然后这个其实是艾特 这是美化后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艾特 艾特后面是一个柴 嗯 BP. 养什么的 就是这个是用户名 这个是服务器地址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的派尔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名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地址是 我目前是知道它的IP的 动作 用户名单 然后就是它现在让我提供密码 对吧 我密码一收入 这个时候你看我现在的 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终端里头 终端就是这个 所有的终端就是我这个黑框框 就是现在这里面有一个用户名 然后是一个at at后面是我们的服务器 所以研究所谓的服务器地址 这就已经登录到了 我们的树莓派的界面了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用处 这个其实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远程访问了 但我现在退出 退出退出完之后 然后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用户界面下 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连接方式 一种使用方式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SSH 去连接我的另外一台计算机 当然我要知道我的用户名 知道它的IP地址 知道它的密码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访问它的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拷贝 对 就是我们把一个文件 拷问到另外一种 把我电脑上的文件 拷问到我 拷问到 他电脑 拷问到这个送派的一个里面 这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指令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在我当前的目录下 我去我的 我cd cd就是我切换 我切换目录 我切换到我的disstop 就是我切换到我的桌面上 我切换到我的桌面上 就大家 你看桌面上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创建一个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创建一个 但这都是指令 这只是指令 大家如果说不认识 这只是你对这个linux基础的一个 呃 知识的一个匮乏 其实 如果说 呃 了解 如果说就之后了解到linux系统 包括了解送派 你会了解到为什么 这个指令会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 呃 柴吧 就叫做柴 对 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通过ls是打开当前目录 ls是打开当前目录 就列出当前目录上的一个文件 对吧 我打开 然后打开目录下 然后会 看到柴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柴文件夹 放到我的这个 放到 放到我的那个 呃 数目块里头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到 scp 对吧 scp里面后面跟的 就是我们要传送的一个文件 这个其实在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写代码 我通过scp把代码 送到里面 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 我现在把柴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把柴这个文件夹呢 放到我的数目块里面 当然还是接触的 pile 然后是我的数目块的地址 目前没有老师有疑问吗 等我看一下 我看公屏 对没有 OK 嗯 199.16 199.14 对 然后这个里面 其实 嗯 理论上 我S 理论上就是 S H就直接把打开了 但现在我还 我只是说 我把它放在顺文派里面 但顺文派 你得让数目块知道 你要把这东西放在哪里啊 对不对 放在哪里呢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得需要一个冒号 冒号就是说 冒号后面 跟的是你要把这个文件 存放到数目块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头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一个 我一个冒号 就一个波浪号 一个斜杠 这个其实是用户目录下 我把它放在这个 distop里头 当然我目前先不回车 我目前就是 我再打开一个终端 我再打开一个终端 这个终端是直接登录到我的 直接登录到我的数目派下的 大家应该现在还清晰吧 就是我现在只是登录到我的数目派下嘛 登到我数目派下 然后 我现在也是 cd到我的这个 我的桌面上第一 我的桌面上对吧 我桌面上现在只有 三个两个文件夹和一个python程序 目前来说是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准备要传的文件的 然后我现在准备在这里 我要把柴这个文件放在桌面上 对吧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也是要收密码 它不是一个文件 不是一个文件 就是说单文件的话是可以这么传 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文件夹的话 我需要加一个参数 -r -r一般都代表低龟的意思 然后把它 传到 传过去之后 然后你发现它已经 我切换到我另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里头 我再打开一下 会发现我这个文件夹已经传过来了 这个就是很方便于我两个电脑之间的文件传输 当然这个传输的速度 是根据你路由器包括你两个两个机器的网卡的网卡的带宽去实现的 如果你的路由器更快 你传输里面上是更快的 还有你本身机器的一个网卡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就是了解了这个SSH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了它可以做什么 对吧我们就两个东西嘛 一个是我可以登录我通过我本身的计算机我去访我另考计算机 对吧 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SCP这个指令把我本身的计算把我本身的文件传输到它的指令里面 对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还有第三种方法呢 我一会再给大家再给大家做一个卖个小关子嘛 给大家一会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就接着PVT往下走吧 就是目前知道了这个SCP的一个不是这个SSH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知道了它的一个是什么 然后关于为什么我们目前不做探究 因为它是更比较比较底层的一些东西 包括它的协议的一个实现啊 加密啊或者就是私密和这个公密的一个是交化 这其实很比较底层的东西 我们今天不做探索 然后知道了是什么 知道了它怎么用 就目前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项目来而言是完全足够的 对吧 然后我们呃 我们现在开播有 其实这么一下就半个小时过去 40分钟 我们现在讲了个啥呢 就讲了一个我们这一套的一个实验流程 对吧 一个就是我通黑Siri 通过捷径通过SSH 防我们的机器人 对就这么一个实验过程 然后了解了什么是捷径 什么是SSH 就现在只是了解了这两个东西而已 呃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戏 然后随着人数也快140个人 我们今天就讲我们这东西怎么实现的 第三章主要介绍一下就是说明派上开发Python的一个小技巧 然后讲解通过Python调用Robomaster SDK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调用SDK 当然之前很多老师应该也有很多介绍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SDK 对 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个SDK 不做任何的修改就可以接调用了 嗯 当然温古爱之心吧 有之前有了解有了解的老师 今天也可以再回顾一下 对吧 然后对于这个SDK的调用 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老师 应该更更真 就是更认真的听一下下面的一个讲解 首先是我先给大家就是作为我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说我我一般去做一台就是去控制我们的机器人 我一般会通过什么什么一些小的技巧呢 对我来说我的开发就是说我先通过这个 我先通过我自己的一个 不 通过这个VSCode 我先通过这里面 我去写我的代码 我先通过自己的一个 这其实叫做编辑器 VSCode 编辑器 还有就是我们什么RDE啊什么的 我通过我自己 因为毕竟电脑上写代码比较方便嘛 我在电脑上写完代码 写完代码之后呢 我就通过这个SCP 我通过SCP呢 我把电脑上的代码 我卡我我我丢到丢到树木派上 然后我再通过这个 再通过这个S SSH 我通过这个东西 我去访问我树木派 然后我在树木派上运行我的代码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东西在调试过程中 或者你在将来在开发过程中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电脑上的代码 然后通过SCP 传到树木派上做验证 然后当然在这过程中 还是可以用到一个更好用的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VNC 对叫做VNC VNC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下 VNC其实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 就是说我树木派虽然在这边运行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访问它一个界面 对VNC View 当然这一套是基于 基于这个VNC服务器和VNC View 一个是客户端 一个是服务器 一个是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访问服务器 是这么一种关系 是因为你看这里 它其实是打开了这个VNC Counter 这个软件的 然后我通过这个VNC View 是可以访问到它 当然也是基于知道它的IP地址情况下嘛 就这样 调试的情况下我可能会通过这个 但是今天应该不会运到它 先关掉 基本上调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我通过这边写代码 送给它 它去运行 就这样 然后关于 激情的开发的过程 其实包括 VS Code 直接运到数目号 远程调试 哦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 这个老师说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 因为在VS Code 这真的是一个变成神奇 我用 我 我觉得它真的是变成神奇 你可以通过这种插件 去实现一个远程访问 也是可以实现 当然今天主要 因为我今天主要面向的是一些 就是零基础的一些学员嘛 零基础的一些老师 所以我就是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这位老师说的这个 通过VS Code 直接连接数目派 远程调试 也是那更简单了 对不对 我直接在这里面调试 我按下F5调试 直接从那边跑代码 更方便的 其实 对 这其实就比今天要讲的稍微 就是近点一点点 嗯 然后 然后这个 就是一般来说我的开发流程 比如说我去开发我不熟悉的一块东西 怎么去做呢 然后我们一般是先调通官方历程 然后再试派自己的一个项目 当然这里面直接贴代码了 我们代码先不贴 对吧 我们先 关于树莓派 但是有的老师有的老师可能对数目派还是不太那个什么嘛 不太了解数目派什么东西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当作一台电脑 就是一块这个卡片式电脑 就是比较便捷 你看它就这么大 它就一个操作系统 可以 包括它可以打那个什么我的世界 是可以实现的 收入派的一个安装过程呢 我就今天就不给大家过一遍了 因为它也不能说复杂 但是安装过程可能需要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多小时 包括一个配置 然后大家如果说 老师有兴趣去玩收入派 然后你去买一个收入派之后 它有各种各样的教程 大家可以去跟它教程过一遍 是可以把今天这个 就包括它的 你看包括这个 系统安装 包括它的这个配置 其实我们就目前来说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教程里面 它目前你看 我在这里下载一个镜像 包括用这个Win32 然后DiskImager 然后去 不对 DiskImager去安装镜像 也叫收入镜像 然后包括怎么去运行 其实在 你只要你去买一块开发板 它会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 当然有兴趣去玩收入派的老师 可以去 走一下这个流程 我今天先不给大家演示了 在这里面其实只要用到 就是我们开启S SX 其实只要在我们这个 就是配置里面 就是在 SungPay上 在Boot这个文件夹下 创建一个SX文件 就开启了SX的一个功能 然后当你 当你就是买完SungPay 我安装完系统 然后之后我 当你就是买完SungPay 安装完系统之后 之后 就 就是应接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你需要做哪些东西呢 你需要做哪些东西呢 然后就是 应该是 哦对 是 是 是 我还有PVT放错了 对 我们怎么做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对SungPay这个窜口 进行一个配置 对 因为你买了SungPay 他们的情况下 他的窜口是不是打开的 你得把它进行一个配置 怎么配置呢 我们给大家这个演示 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是Pay这个用户名对吧 然后也就是说我现在动了是我的SungPay 我在这个时候 我输入一个Sudo Sudo 当然有的人叫Sudo 还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啊 我在里面 我这个指令是什么 这个指令就是说 我现在用我的root指令 也就是说我的最高权限 我去运行我的 就操作 一般来说 你去操作系统级别的东西 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个指令 对 或用到根目录下的 说的根目录 那就越讲越深了 那就 就是 最高权限 我通过最高权限 我去配置一下我的 我去配置一下我的root 配置一下我的心态 在这个里头 我通过这个指令 当然这个指令是树莓派 vspel 一个杠 config 这个是树莓派本身系统里面就集成的一个指令 对 我们现在回车 回车完之后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界面 当然它可以对树莓派进行各种配置 包括你的boot 什么什么的 都可以进行各种配置 然后我们进入到5这里头 这个 这里面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一个外 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外设一个配置 包括我们的项头 包括 ssh 包括 这个 vnc vnc就是我们的连接嘛 对吧 对吧 SPI 包括 iPhoneC 包括我们的窗口 包括我们的网络 包括我们这个重用社 GPIO 就是 重用社如果了解到这个 如果说了解单片机的老师应该是清楚 就是重用社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一个引脚可以 就是那个什么 然后在这里头呢 我们就分派的 我去配置 点一下 我点一下我的窗口 配置 配置完了后 它说你是否通过窗口去建立一个链接呢 在这里面我需要点个脑 然后再 呃 你 你想要打开这个 你想要 哦 你想要使用这个 呃 串口的 接口吗 呃 端口 hardware 硬件去 使能 对 使能 使能 呃 使能串口的硬件接口吗 是的 我们这里点 yes yes yes完之后 如果出现这句话 就是说 如果出现这句话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CVT讲的是很很清晰的 就 这 这四张图就刚才 再点那个过程 就是 下去之后 老师拿着PGT可以根据这个点一下就行 很简单 嗯 在这里 然后点OK 点OK完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里面点finish 但我不希望它重启 哦 当然我这里是没有做任何更改哦 当然你第一次配置的时候的话 你点finish 它会让你重启 重启可能也就 嗯 30秒内吧 它就可以重启完 呃 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 嗯 你出现这句话 你出现这句话 其实就是已经 你相当于 已经配置完成了 已经配置完成了 然后只需要一个重启就OK了 对 这样的话我们 所有的硬件 包括硬件链接 包括软件配置 都是都搞定了 呃 完了之后 其实这一步是可不配可不配 就说它是作为一个 窜口映射的一个关系 就说 默认情况下 我这个窜口 树莓派上的这个窜口 也就说我们的这个是 4 6引脚 6 8 6 8 8 它这个引脚其实叫做 TTY AMA0 是这么这么一个叫法 但其实如果说把它映射成这个窜口0 更就更更更能知道我们就更能知道我们就是硬件的一个关系嘛 所以说呃 配置一下 这个配置的话就是呃也是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个演示吧 让这个演示 就这个演示这个演示其实非常简单哦 嗯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 把这个打开 就它是 去给修改我们这个Boot这个文件夹 这个斜杠就是我们的根目录 根目录就是我们只能使用最高权限才能去访问的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 嗯 我 速度 然后然后是杠 啊 VR VR是什么 VR其实是个编辑器 你可以把它写上从VSCode 真的 你可以把它写上VSCode 它就是可以在里面写东西一个过程 写东西的软件 当然我更习惯VR 它是两个兼容的东西 不过 VR是这个 电脑本身配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VR吧 然后 Boot 然后在这里面 config.tst 对吧 我们回车 回车之后打开的就是 打开的就是呃 刚才这个 呃 config.tst 这么一个软 呃 这么一个呃 那个 文本嘛 对吧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编辑器其实就是可以编辑这个文本或者编辑呃 其他文件 包括ID这种文件 这可以打开的这么一个软件 然后往下翻 往下翻的过程 在这个里面 其实这个 很多人第一次使用VR或者VR幕 它是很很不熟悉的 就这个怎么怎么去用呢 它其实分为 分为 应该是 就写啊 读 就这么一种方式吧 比如说我现在怎么去写呢 我现在比如说把光标移动到下面 然后 我按一个RGX的意思 对 它这里会有一个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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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 你看 这里会这么一个 有这个标识情况下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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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写东西 对吧 我就可以写东西 当然 不推荐大家就随便点这个 因为它其实比如说我写两个键 然后我在这里 点一下esc 点一下esc就切换成这个指令 就是命令指令了 比如说我按两块dd 假设你不小心你按了两块dd 然后你这行就就结效了 它其实是通过这个快捷键去快速实现一个编码的一个软件 也编辑器吧 非常好用 其实就是添加这么一句话 这个 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 对我们的端口进行一个重设 添加完之后 然后我们保存 保存存外就是 按一下esc 然后一个冒号 冒号 冒号就是我们的指令模式 然后我们一个是 W W就是那个写上 写入嘛 然后Q 写入退出对吧 退出就完了 就很简单 这样结束后 就如果说我们这个 LS是列出当前目录下 对吧 当前目录下 比如说 DV 就是所有的Linux下 DV 都是外设的这个 外设的一个文件夹 就是 在Linux下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用 都抽象成一个文件 万物级文件 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文件夹下 在这个DV里面 就发现 啊好多好多东西 那我们现在不用理他 我们只是通过-l 是把更详细的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当你发现你的端口号 是映射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看 他这个 窗口0是指向我使用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 我只要一直使用我这个端口号 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我现在 我现在就通过这一步 我实现了我的一个映射过程 其实就完成了整个说明派的一个配置 就从你的系统安装 从你的配置这个窗口 然后配置窗口的重新设 就是我们所有的配置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重新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编码 是以及我们这个 解禁的一个实现 当然在过程中 按照我之前所说 我们第一步 首先是要调通官方的一个代码的 官方代码 大家就怎么获取呢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机器人的一个 当然我们官网的这个 机器人的一个 这个网页吧 然后我当然习惯上 我会把它添加到一个 这个文件夹里头嘛 好访问 点开之后 点开之后 我们就 目前来说 我们是一个窗口链接 也叫做 窗口链接 链接方式 然后在这里面 会有一个 实力参考 对不对 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这套的代码 就是我已经 拿过来一套的代码 LPPT里面 也是这套 同样一套 就不给大家买关子 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来说 就把这个代码进行一个详解 就是 讲解一下这套代码 官方代码是什么 首先就是我import一个库 这个所谓的库就是我 我的我的代码 我重写代码 但是我 我得依赖另一个东西 我得依赖我窗口库 因为我要调用窗口 我得依赖一个窗口 不然我重新去实现一套窗口的话 其实 底层啥的你会自己去洗啊 但我如果说 我直接包含窗口库 我可以通过窗口 这个库去 更好 简单的一个配置 对 我去 对 import一个第三方的库 然后 在这里我进行一个类的实力化 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 Python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 其实就是一个实力化一个东西 在世界家里面也是巨饼 就我 如果老师对这个不太了解的话 就可以 这个其实对于 就是你 Python的基础比较薄弱了 就说你去看一看Python书 去看一张面向对象编程 以及它的那个 类 类 class 类 类那个定义了解一下就会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面只是说 哎 我 我这里有个窗口 我给它起名叫SER 对吧 我给它起名叫SER 左边是负值 右边是值 就是 左边是 左边是负值对象 右边是值 我把 我把 就是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有个窗口 它叫SER 接下来就是对于窗口的一个配置 对吧 然后第一个是 当然我 当然我这个 我这里以为有个窗口 我就 我就可以用到它的一些方法 所谓的 你看点Port 点什么波特律啊 点这些点 这些其实就是我实力完之后 我可以调用 这里面的方法 这些方法从哪里来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当时实力化的时候 就已经赋予了我这个我我我我我这个实力化的这个 实力化的这个对象就可以实现它里面的一些方法了 对吧 我在这里面 我就进行一个配置 当然一个是我的 单口号 官方们的是 COM3 这个其实在Windows下是对吧 常见 我插一个什么鼠标 COM3 再插一个鼠标 COM4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面 当然 这个是我们唯一要修改的一个 这个地方 就说我们 宋文派 它肯定不是COM3 对吧 要进行个配置 当然这个配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映射的窜口的接口 那个就是窜口 我们刚才不是 在这里进行一个映射吗 对吧 就是映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 窜口0 我们这是我们无意要修改的地方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波特律 115200 波特律就是说 波特律越高 我传输的速度越快 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它也就是丢包率 或者丢包的一些现象会 可能会有的 就 速度越快 一个波特律 以及它上面写 这个波特律是为什么会是 115200呢 这个是因为在 这个跟EP有关 EP底层 它开放的接口 它开放的波特律 就我们在同一个 我们在同一个这个波特律上 我们才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对吧 然后 因为说明 因为它底层是115200 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在上层的一些开发中 也是要跟它做一个相互的一个品配 当然在 在这个EP里面 它的数据位也是8位 它也是一个停止位 然后没有建议位 然后超市建议位0 这些都是 当然 没有理解没关系 直接复制就行 只是说我们要把端口后进行一个更改 对吧 官方文档 在这里面 我就写一个 DEV DEV就是 DEV就是我们文件夹 因为它是从根目录开始查询的 然后是SE 对 这个 其实我们就改了一个单口号 对不对 然后 当然可以 我们就往下看嘛 然后 这一套配置完了 也就初始化完了 之后 我通过我刚才实力化的这个东西呢 我把端口打开 就打开端口嘛 有注释 打开端口 然后就是点open 这个open 也是出自于就 就实力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 但复属完 你看双击之后 双击之后 它是有很多这个 很多个东西可以去让你用的 打开之后 然后就是一个well true well true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死循环 就是说 我在这里面input input 当然一开始学prison 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我input 我先提示一句 please input sdk command 就是说我 我写个指令 我把指令 写完的东西给了message 给了这个msg 给了这个 变量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message 然后upper 等于等于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其实是我这个指令的大写 只要我的大写等于等于0 就退出 当然我点下q 点下小Q 点下大Q 它都退出了 就bank bank就退出主循环 主循环之后 点一个 关闭就行吗 当然这一半是一个 就是说退出的一个 退出的一个指令 然后在这里面写 ser.write 后面 然后是一个message点什么什么 一看点什么 我们只看前面了就行 这个其实 incode是什么 incode 其实是一个编码 就是我要把它 把这个 假如说我在 我在这里面输一个hello 对吧 hello给了message 然后我在这个message里面 我要对这个 我要对这个指令进行一个编码 统一编码成udf-8 这么一种方式 然后在这里面 我这里面读一下 读一下它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把结果进行个打印 其实非常简单 根本就没有什么要 我们现在把这套代码 就是实力的把它传到我们的这个 但我想 我想先把名字改一下 因为在我的这个没有中文的一个 我成本名叫做test 对 test 对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就把这代码输入过去吧 这个代码从哪里来呢 嗯 当然我在这里 我新建一个 我新建了一个窗口 对吧 我新建一个窗口 然后我首先要知道我的代码在哪 我的代码在这个 document code 然后roblemaster 然后公开课代码 当然我这里可以公开课代码 对 我的代码其实刚才那个代码在 卡了吗 对 这个test的这个python嘛 然后我把这个代码 然后通过scptst.pile 然后访问到我的树莓派的这口上 当然我是直接丢到桌面上的 然后 对吧 这样代码就很快传过去了 传过去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通过我的 当然这个是东路树莓派的嘛 然后在这里 我在这里面 我就看到了我的这个python的一个 代码对不对 然后我通过python3 当然这一套一整套都是通过python3的一个 当然pythoni在2020年已经不不维护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抛起了 就我们通过python3去运行嘛 python3运行我们这个脚本对吧 运行 运行完之后 他要pleaseinputsdk command 其实就是我们这句话嘛 对吧 然后我们会写一句话把它复杆 message 我在这里面 当然他第一个是comment OK 等一下 我点个q 看一下 看没问题啊 看一下啊 正好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 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发送一个指令吗 Tank已经被它占用了 当然这只是我们官方的一个历程 就是通过这个是可以与机器进行一个交互的 然后就说官方历程 官方历程跑完之后 我们就要根据我们自身 我们首先知道是 你看我不管发送什么 我的Tank是有数据返回来的 这个就证明我的这个 这个就证明我的Tank已经打通了嘛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就要根据我的代码进行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是怎么看了 就怎么去连接了 我们就比如说我去拿一个 最简单一个代码过来 比如说我让机器往前走 你看前面的部分是完全没有变 也是我在这里 我运行了一个包含我的窗口 然后实力化 然后这样的配置 打开 打开完之后 我先有一个启动程序 就是说我先发送一个Command 先发送一个Command 然后是把数据进行一个协入 就是发送给它 然后我读一句话 读一句话之后 然后发送我的指令 这句话我们先运行一下 当然这句话 这个代码其实已经我传到这个 已经传到这个 已经传到顺客里头了 然后我通过Python3去运行这个Forward 对吧 然后大家仔细看 大家仔细看那个小图 然后我去写这句话的时候 机器就开始往前走了 对吧 机器开始往前走了 对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用 其实根本就没有啥 这个指令从哪里来呢 通过我们开发文档 通过开发文档来 开发文档其实就是打开这里 SDK说明里头 有一个这个 明文协议 对 明文协议里头 明文协议里头 有一个数据 协议内容 协议内容 对 协议内容 然后我们的一个底盘控制 因为我要进行往前走 肯定是底盘控制 底盘控制 然后在这里我就进行一个 Tesse is a move 然后我的X X是前走 然后Y轴 Z轴 今天我们和前老师一起过的Y0 是 然后Z轴是旋转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实现前后走一个运动 这个指令关于这个阅读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去了解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 最主要的就是用到了这个明文协议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代码已经实现了 你看发送一下机器人开始动 已经开始动 然后 怎么让他和他机器 怎么让他和我们的 手机连接在一起呢 对不对 那我们 看一下 其实 在这个 SH H里头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 直接写我们的代码 就非常简单 因为他本身就可以运行 运行指令 他只是说把指令 他的 这个 这句话意思是啥 就说我通过这个 我通过这个软件 我把指令发送给送派 然后是没派去运行那个脚本 什么 Python 3G运行那个脚本 就这么简单 这句话 sauce home pile 点 bass rc 这句话可写可不写 这句话意思是啥 就是说 我们终端 终端其实就是一个bass 就是 当然运行的这个指令 运行的这个指令 其实就bass 指令 任何打开一次终端 他其实都是默认会执行一次卡 但是我怕就说万一他 当然这里面不写 完全没有问题的 以防万一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我把这个bass 再重新加载一次 bass 重新加载一次 然后在python 3里头 我去home 为什么写home呢 其实是我们从根目录下 开始写的home 这个怎么说 还是我们得看一下 vnc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写home 我们的 我们的宣布派 他的见面 他的文件流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的 他的就是 sd卡里面就这样 首先是一个根 这是他的根目录 一个斜杠根目录 然后根目录下 我们首先打开的时候 他有些根目录 根目录下 一个home目录 然后一个pile目录 pile目录下我的 distop 对吧 然后我的rmcode 然后我的列码就在这里面嘛 其实这里头 嗯 其实就是这么 我从home下 点个pile 点个distop 这是绝对路径 这是绝对路径 就是我从根目录下 开始一连出场 才写 但如果是 这种 这也是绝对目录 也可以写那种 相对目录 相对目录 就说 我不知道该不该给大家拓展啊 就说我现在拍 我现在是在我的这个 rmcode里头 我把它返回到我的 就是用户目录下 然后我通过python3 去运行 这个就是从我的用户目录下去找我的distop 然后我的rmcode 然后我的rm13c 然后forward 然后一打开 它也是可以动的 也是可以动的 这个所谓的相对目录和绝对目录的一个区别 但不理解也 照超也没问题 就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手机是怎么配置的 手机其实就是 就是 呃 就是这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前进吧 比如那个前进 前进 然后这里头 其实你看 这个主机 主机 其实呃 就是我们的 熊坛的一个IP地址嘛 然后端口号 就不用改 然后用户名 包括密码 密码 当然你们这里显示不了 其实它 它 它其实是有的 只是通过这软件给 消掉了 然后在这里面 你就有了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就是通过python3 运行卡卡卡 其实和我们 这里运行的 是不一样 你看 通过python3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其实和它 这里面 就是完全一样的两个东西 然后我现在运行一下它 点一下这个 点一下这个 其实就运行 我运行一下它 然后把这个后面换出 我运行一下它 运行一下它之后 你看 它会是个 already in stkmodel 其实就是 跟我们这里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就是 ssh的一个好处 我们整个流程 我们就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做的 当然我们就目前而言实现了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写了一个前 因为整个流程大家给大家已经大概过了一遍了 现在就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一下 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要讲的是比较就就更更相对来说比较就复杂一点点的一个那种也没多复杂 目前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我看一下 目前是188个成员 OK 谢谢手机用户什么送出一朵话 OK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讲啊 因为老师感觉特别懵吧 其实我感觉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不是写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根据官方的立程改造啊 就是你看前面都没变 只是我们的端口号变了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我发送一个comment的一个指令 各位老师没提问 对 我们在这里面 发送一个comment的指令 就是我唤醒我的 呃 唤醒我的那个指令 没疑问 就缺个视频派加EP测试一下 哈哈哈 视频派其实有很多 很多各种玩法 但你可以完全用视频派搭一套 视频家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然后在这里面发送指令 首先第一步就通过comment进入sdk模式嘛 然后通过这个发送指令 直接丢过来 丢过来 然后就关闭 也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是for want的 然后比如说 我往后面走呢 后面走怎么办 前面的我都没变 我只是把指令变了一下 往后面走啊 就是有 理论上 哎 我 我这个这个脚本 我去运行它 前进后退左右 那就是 完全可以实现 我前进后退左右 都可以实现对吧 理论上 理论上是打通了 但是有个疑问啊 就是说 我要实现更复杂的功能怎么办 我不可能卡卡卡卡卡 我写好多个person脚本 对吧 person脚本 这太多了 根本对你 总理起来也很困难 呃 吓我跳 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一个东西 就是 呃 叫做 argv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argv 做一个这种动态化参数的一个输入 去实现 去实现 对 EP 通过一个动态化的输入去实现 更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封装 只是为了大家方便 更简单一个封装 如果说 对对对对这个person 有更更深层的了解 完全可以把它封装成类 去做一个复杂的一个功能 把获取series识别结果传送过去 呃 可以可以 因为它里面完全 呃 完全可以把获取到的结果 这个输入出来的结果 完全可以和声音派进行一个交互 也就是它实现 可以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但今天我们目前不做扩展嘛 就是 我完全可以把 already in hdk这个model 或者说 我在里面 我 我print了一个 我传一个参数出来 我在这里面调用 在水里面调用 完全可以实现 没有问题的 呃 接着我们讲到这个argv argv其实是一个动态 动态参数的一个输入结果 比如说 我写了一个代码 叫做 呃 rm 也就是robomaster 然后点siri 点 呃 下斜杠 叫bridge 就是bridge嘛 这件桥 然后就是 前面的东西 呃 也没有变 也没有任何改变 也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我在这里面 我加了 我需要用的argv 所以说我要 包含一个 from 呃 system 就是sys 然后是import argv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先 大家 大家先跑一遍程序 你知道它干啥了 比如说就这套代码 对吧 这套代码呃 运行的时候 我们先看主循环里面 它说啥 就是说 如果 呃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呃也可以不要 这个完全可以 这句话完全可以删掉 我把它 我这只是一个写作的一个写代码的一个习惯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呃 闷寒书里头 如果锐的在这个argv里头呢 我就message 就把message 然后把它 哎 这个这个灯是怎么来呢 也是通过明文 也是通过我们的明文协议来的 对吧 我们的灯的控制 LED控制的 LED灯控制 然后什么 啊 LED Ctrl Cump 然后是什么 嗯 当然 它这里的参数 你看啊 这里面参数是怎么来呢 就在数据说明里面 会有详细一个介绍 R 取值 这里面对 LED的编号 编号是哪几个编号呢 你在这里面可以查 然后是 然后是 红灯 蓝灯 红灯 绿灯 蓝灯的 分量值 0到255嘛 是最高 最高值 RGB 然后是 在这里面 灯的 呃 灯灯效类型是吧 它的默认灯效类型 我们看下数据说明里头 数据说明里头 其实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你看啊 这个就是灯 灯里面 你可以说 R 就所有灯 然后或者是什么 什么云台灯啊 底盘灯啊 前后左右灯 都是可以去 你根据你不用 根据 就可以单独控制嘛 对吧 这是你想的结果 然后这里有灯的效果 比如说 常亮啊 吸密啊 呼吸啊 闪烁啊 这些的 我们这里用到的 就是呼吸效果 灰心 因为它是动态的 我觉得展示起来会好好看一点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用到这个 呃 呼吸灯的这么一种效果 对吧 然后我是灯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灯 然后如果是 锐的的话 我就把R R值放到最高 因为R就代表红色嘛 把它放到最高 其他网络是0 就红色 然后是绿色 蓝色 对吧 蓝色绿色 就这样 代码怎么跑呢 给大家跑一点 这代码其实还是在我们宣布派下去跑的 宣布派下我进入到我的 箱的代码里头 呃 不 不是这个 呃 在我的桌面上 对吧 嗯 Distop 然后是rollmark code 在这里头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啊 Bridge这个代码 对吧 这个代码怎么用呢 curt on3 然后 I'm Bridge Bridge 我直接用的话 它其实应该会报错 它说你这里少参数 说你的message没有定义 这很正常嘛 我没有写的参数 呃 在这里面我再运行一下 我在这里面 大家仔细看灯哦 现在是蓝灯 对不对 现在是蓝灯 然后我现在写一个read read 然后是 回去吧 然后你发现东西变红了 然后这个 因为我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嘛 我把这个打印都打印出来了 你看它这里 print 第一个是rv 第二个是message 就把我们的这个 rv里面是什么 把他打印出来 让大家更方便了解 第二个就是message 他给机器发送什么消息 给大家打印了过来 对吧 首先 在这里面 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就是 其实 是列表 列表 你如果实在想不通 就是 继续列 两个东西 也不是两个 就是多个东西 一个逗号是一个 它现在 其实我们看是两个 它目前是两个参数 一个是 一个是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python的代码的名字 对不对 就是romaster series bridge.pyo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参数 read 这个里面 如果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不打印全部了 我在这里 我把它框起来 我打印一个1 哎 不能打印 它是因为它这个 这个列表是从0开始的 我打印一个0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打印出来 嗯 不对 让我看一下 嗯 哦 对对对 对 对 对着了 我打印0的话 它会把这个打印出来 会把这个打印出来 如果1的话 会把这个read的打印出来 肯定没问题的 就通过这样一种动态的方式 我通过一个代码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呃 实现机器人的各种方式 那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回到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这个 解决里头 对吧 比如说 我让机器人实现蓝灯 蓝灯怎么做呢 点一下 蓝灯对吧 前面的东西 前面东西 我们是没有没有没有改的 就是还是它的主机名啊 这些没有改 然后往下面翻的时候 当然我这就可用可不用 只是我重新加载一次byster c 我可以不要它 完全可以删掉它 可以删掉它 对 然后在这里面 其实就用到一个python3 然后运到我们指令 对吧 我们这个是rmsiri 然后bridge.pyl.blue 这个blue 其实就是我们 就这个嘛 对吧 完完全全一样 只是说我在前面 加了个用户名 我加了一个路径 路径的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运行一下 但是它现在是红灯 然后我现在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你看它就变成个蓝灯 就非常简单 然后这一套怎么实现呢 就是你完全可以通过Hey Siri 去唤醒它的 比如说我现在 Hey Siri 嗯 然后这个就执行了那个 捷径的脚本 对不对 执行了那个捷径脚本之后 它通过那个SSH脚本 发给了它 它去执行了那个指令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现在有了解这个过程了吗 其实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当然这只是一种方式 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WiFi模组啊 任何能通信的 都是可以和它进行一个交互的 当然这里头 动态挑战里面 动态参数里面还有一种更好玩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做 这个是什么 这个比如说我在这里头 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就是RGV里面 对吧 我的RGV里面有这个 当然这什么随便定义啊 随便定义 想定义啥定义啥 当然是根据你的那个指令 比如说我定义到我这个 GCB Move4 就我捡起来就FOR1的 就往前走 FOR1的RGV 然后在这里面 我这里面X 就是机械B抬升嘛 RobotArm 然后是MoveX X就是它往前升嘛 往前升 然后是几呢 这个值我让它变成动态的 我不能说你抬升 你只能抬升50 我抬升60 它是固定的 我想它抬升动态的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这个RGV把值取过来 取过来进行一个 动 是吧 我先给大家做个演示 首先我这个脚本 就是我在这里面给它定义的这个名字是 比如说我一个机械B抬升 对吧 然后点开它 就你所有的这个机械B抬升 也就是说你配C入完之后 你喊机械B抬升 它就进入了这个程序了 这个程序里头 首先我听写文本 我把文本值的值 负给 负给了这个 负给了这个 你看啊 负给了 RMS RMS TerryBridgePile 然后这个还认识吧 没问题 然后后面是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说我让机械B抬升 这个抬升是随便自己定义的 随便自己定义的 我在这里面就是 UP 就是R U 只要出现这个 就进入了这个参数 然后这里面 我把听写到的文本 写入到里头 就可以了 先给大家做个演示 嗯 总看不到机械B吧 对 Hey Siri 机械B 85 然后发现机械B 就开始进行一个抬升 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互动 因为它每次抬升的距离 包括也是可以通过 我让你前进 然后你前进多少 然后也是我给你的指定 不是我每次 我每次给你写的这个 每次都都让你进 进多少 好像是20吧 0.2 0.2 20厘米嘛 这个其实是固定的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种 RGV的这种方式 我可以实现 我可以实现我机器的一个 动态的一种方式 动态动态的一种控制方式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就是 就是我的机械B 机械B回中 对吧 机械B回中 我现在就 嗯 机械B归中 对吧 我直接运行一下 哎呀 就我直接运行一下 这个机械B归中 我点一下它 让机械B进行一个回中 就很简单 对吧 比如说我点什么 左转啊 下来了 对 左转啊 前进啊 非常方便 整个实现流程 今天就给大家 已经交代完了 啊 还有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给大家就是 有什么疑问 或有什么 呃 呃 想法可以给大家 就可以交流一下嘛 呃 呃 完成 这就刚才那个实现的一个 大概一个流程哈 呃 嗯 给大家就 呃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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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就 今天整个课 其实我我认为是 比较简单的 就有可能老是觉得 啊 是没太可能没有接触过 或者说 Python没有接触过 包括Linux的底层 没有接触过 其实呃 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关系 但今天讲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去了解 就 就老是还有什么 就是 就比如说它怎么去运行 或者怎么一个呃 怎么一个过程不太熟悉的话 就可以问一下 机械臂抬升后 Seren为了什么内容 财老师回答85 对对对 对 这是我回答的嘛 我们再演示一下啊 呃 嗨Seren 臂抬升 56 你看它进行一个抬升 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 快捷指令 快捷指令的一个东西 你看打开里面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写的 其实就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指令 对 一个 我添加一个听写文本 就是你 当你机械臂抬升这个指令 发出去之后 它会先进入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听写文本 然后听写文本是 我说完之后 它直接停下来 然后会把听写到的文本呢 给到我相应的参数里头 对吧 也是快捷指令 对对对 给到我这个参数里头 我这参数可以随移动嘛 当然这个指令也是可以 在这里面进行一个 控制的 比如说我现在 在这里头对吧 我python python3 然后我的这个 mc bridge bridge 然后是我的 mmove 但是我们就 让它上前吧 上前多少呢 我让它上前50 对吧 上前50 你看它已经上前了5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当然上前50之后 我还能让它上前 好像不太清楚了 我把它往左边移一点点 是吧 我可以这让它上前50 它接着往前50 当我给它一个b 就是让它返回 我直接返回100的时候 它就hold出了100 这个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当然第一个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 argv里面第一个参数 就是编号为0的参数 然后这是一号参数 二号参数 对吧 我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 我把这里面 我们看代码 在这里面把argv提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 把它变 绘画的感觉很好 有问有答 对 就我们把argv提出来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动态的参数 对吧 然后这个参数 我又通过siri 把这个参数拿过来 然后它就是非常一个 是 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呃 然后我们现在 感染PPT 现在也就基本上有 有 基本上 基本上今天要叫 Hey Siri 闪着呼吸动 这个可能 它唤醒了 就是说 这个 张赫亦凡 这个老师 他说这个 这个其实 可以实现 但是你得把这套 精通吧 就熟悉 熟悉完之后 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今天给大家颜色是 比较容易去接受的一种方式 然后 关于这个 呃 一般来说 你去做这一套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来说 遇到的问题 一个就是你的端口没有配置 对 尤其很多人我估计会卡在这个 端口配置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宿命派的一个IP 以及你的账户密码 一个 就是宿命派的一个IP地址 的确认 说到这个IP地址 我一般情况下 我会把宿命派的IP地址 进行一个绑定 你看 进行一个绑定 我会把宿命派 绑定成我相应的IP 这样的话 我永远知道我的IP地址是多少 不然 每次去宿命派连接路由器 路由器会随机给你分配 但如果 你在路由器后台 你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 指定IP的一个绑定 就一旦我 一旦我获取到我这个MAC 的地址的时候 我给它 赋予一个指定IP 就方便测试 当然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是我直接在手动 我在手动配置里头 就是 给它进行一个手动配置 就说我要给 我要给 我要给 路由器 我就要哪个IP 但这个IP 可能会出现一个冲突 比如说这个IP 已经被分配出去了 但是你又给它要 它还会分给你 但这样会出现一个IP冲突 就实现你的网络的一个 云乱 对 一般情况下 通过后台去做 是最稳定的那种方式 呃 然后剩下最后 我们几分钟 我们就了解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用到这个IP 这个IP 当然我没有收什么广告费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IP 确实比较好用 就是因为我们回到我之前 就一开始的想法中 我当然就想做 这个我在这里 我在手机上 对吧 我在手机上 嗯 我点了一下这个按钮 我们加空调就开了 这东西好 好有意思啊 然后就通过这种想法呢 对 对 通过这种想法呢 我就可以通过我自身的一些 呃 需求 我就用EP去实现我的一些想法 对 首先它就是开放了一个SDK 就是 完全我不用重复造轮子 它 我只需要告诉你 我只需要告诉你一个明文编码 我只需要告诉你 点错了 点错了 好像 等一下 嗯 稍等稍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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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只 诶 等一下 我这个好一点问题 我只需要告诉机器一个明文编码 就是我的一个指榴码 然后就可以 它就可以执行它想要的过程 比如说我只需要一个什么 ARM Move X等于多少万等 他自己懂 关于怎么动他自己的事 就非常方便 我们之后一个开发 他一个是他的 他的整个整个过程是可上可下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对于小学生来说 我完全可以通过他捡个瓶子 或者捡个垃圾 就是操纵上会有一个 呃 对吧 一个成就感 然后对于 就是比较深层式的学生 他就可以在基于SDK 或基于Python 或基于Squatch上 做一些呃 做一些开发 但对于我来说 SDK就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帮助 就最好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省事省力嘛 就是我们只需要告诉他 我只要把没用告诉你 你去做 就完事了 我不用重复造文字 如果说我去再做一套这本机器 我可能会更大的东西 会做在这个底盘上 这底盘我其实已经通过这个 这个呃 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跟那个还是有区别一点大 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扩展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赛事的一个完善嘛 就通过Rubomaster赛事 就是可以 以及我们众多人 我们开播时只有18个人 现在已经积累到200多个人 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多老师的一些团结 包括我们今天我分享的只是九牛一毛 就是一点点给大家做贡献的很小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生态是需要我们很多老师去维护 去贡献的这么一个生态 只有这个生态逐渐完善 就是我们会有更丰富的一些体验 对 然后关于未来计划呢 这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关于未来计划 未来计划 其实我有很多想法 首先我还是用生命快 用生命快是比较容易 而且对我来说供念非常简单 我一个想法是 一个是通过安卓手机 目前是用的是这个iPhone iPhone它是GOS 然后是其实上 理论上用这个安卓手机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主要原因是这个 安卓手机它的各个管家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华为 它什么小一小一 我小米的小小同学 他唤醒了 就是他 厂家的不一样 导致你的开发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 早中我就选了一个iPhone 有各种各样的实验方式 我将来会通过这个 安卓去实现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微信控制 微信控制 其实是已经 已经搞定了 通过那个ATCHAT 那个我给大家打在公屏里面 通过这个ATCHAT这个库呢 你是可以开 你是你是可以去 和微信服务器进行一个交互 我到时候我只需要给给机器 就是一个微信 把机器人动的微信 然后我只要给 只要给这个微信号发消息 发送了相应的指令 这样的便会打通了 对吧 一旦我检测到我的某个指令之后 我机器人进行一个相应的动作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它现在 我还必须通过外设 我还通过它去 很鸡肋 我可以通过完全可以 在它里面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正在麦克风 然后树莓派也是可以的 我 我有买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 我们的EP的音响 EP的这个扬声器 扬声器是2.5的接口 所以说你买一个这种3.5转2.5 2.5接口 你插在树莓派上 插在树莓派上 然后把那边 我这边是 人家这边是4个接口的 其实它那个是3个接口 我买的有问题 就翻车了嘛 就是插上这个扬声器 是可以实现喇叭外放的 那的话 其实喇叭不是从主控里出来 是从树莓派里面出来 那样的话 我就和它进行交互更容易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说话 我把指令发给它 通过百度语音 可以把语音从扬声器里面说出来 那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 语音的一个交互 对 这是未来的一些想法 也有得做 有得做 呃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分享 其实已经 目前来说已经分享完了 然后 大家有什么疑问 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流一下 包括 应该在各个群里面 也是可以见到我 就可以下去交流 呃 呃 喂 好的 还有哪位老师是有提问的吗 可以抓紧机会跟我们的才老师多多沟通 嗯 嗯 嗯 好的 如果是没有呃更多的提问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暂时先到这里了 然后后面如果是呃 呃 大家如果是对今天的课程有一些 启发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在各个群里给我们大家留言 然后我们看到的话 呃 也会给彩老师进行一个转达 对对 那今天我们的呃直播就先到这里吧 然后我们一起刷一个谢谢彩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就下播了 非常辛苦我们的才老师 今天给我们的一场非常精彩的课程 嗯 哎呃 主要是我们空我们的空调都关了 哈哈哈 有点热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好 那 谢谢彩老师 啊 也谢谢各位今天 呃 这个节日都没节日都没过 然后过来看我的直播 也非常谢谢各位老师 真的谢谢 嗯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了 好嘞 好嘞 谢谢 嗯 嗯 对 然后我们周五呢 还会有一节就是我们大家的同事给他上一节课程的示范课 然后是呃一门 是一门呃初中的人工智能课程 然后大家如也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关注 然后周五我们再见 好的 谢谢各位 老师们再见 好了好了 拜拜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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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